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日子建议到高一郎做受灰灾不一定的锤匪 集图的金角度高一放灾超级的地方 所以说特别高万就放灾烟烟烟 古迹的火灾跟一般火灾不一样 南南市建成即将四百年 南南市的古迹这么多 这个古迹的抢修 修复 事实上也需要很多的气心 一个不注意那发生灾害 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城市的损失而已 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 指令表示夹一分准备减一分灾害损失 也因为说古迹建议和建材是真正的事 一般的水条来供求会可能做生意都上海 所以说在古迹的供求方面 特别一粒水母来打火 这个旧灾的时候 事实上都用水物不是用水柱 因为用水柱的话 很多古迹的建筑物一下就被冲倒 或是弄损伤 而且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的抢救是很重要 所以谢谢孔庙能够这么快的编组 包括人员 包括疏导 包括抢救文物 包括灭火 最后这个孔座风载供求演员 依照的便租 分别进行人员所散到立宿 公布的供求 还有水柱的供求定下落 当完就过来分队到本资处人员 参目人员过程是贼筋 来面询问大家一起来解释 否则 也非常谢谢